巴巴巴巴巴巴巴 estuv欣 適音 前面適音 邰哥哥是猿坤 今天玩具跟这次我实況的密生存题 我们今天要先来给大家看一个很酷的桶桶 就是我现在在走的这个东西 我终于盖了一座桥了 喔,这个桥看起来就非常舒服 那这座桥呢 连通到我们的上面的屋子 跟右边的动物园区 然后,我们这边走了一走呢 还可以顺便看一下爪跟 然后它就在这边休息 然后顺便探头看一下隔壁村庄面 看你那個雞啊 長得很美味啊 這個雞可能變少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就只是脖子太長 就稍微繞了一下啊 然後 我的天空龍呢 也在這邊啊 他已經養好了 只不過齁 就 呃 呃 呃 那個 呃 他 呃 就是 呃 你們知道 就是我養他的時候 我忘記給他設定說要坐下 結果他齁 就自己主動起來了 對 就自己亂走啊 幹嘛的 你要自己回去嗎? 你會自己回去嗎? 你要不要進去?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跟著我走啊 因為他 要不要來? 我這樣走過來一點 看他會不會 喔呦呦呦 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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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瞬間移動的魅力 來 坐下 不要再亂動了 你 你 你 他是你的姊姊 看他沒有 天啊 那個 你是弟弟啊 你要 你要在旁邊一點啊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跟姊姊講 如果肚子餓的話 那個姊姊會幫你咬幾塊雞給你吃 啊 你就是 你 你少咬一點啊 我的雞很可憐啊 那個沒幾隻而已 生的小孩都真的是 呃 很難長大好不好 他們都還有前途跟未來的 你們不要 馬上把我的雞給全部吃掉了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我跟你講 今天要做的東西 可精彩啦 你如果這一集沒看 我跟你講 你下一集也得看啦 沒有啦 看一下你們 你們應該都是固定班底啦 反正每天都會來照三餐來的影片報道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東西呢 是我們的 呃 另外一個模組 也就是 使用能源2裡面的一些很棒的東西 我們要來做一個 比較大型的刷怪場 對 那個大型的刷怪場呢 可以說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刷怪場 那那種刷怪場呢 它比較偏好是 什麼怪物都生 什麼怪物都長 啊你呢 我們就只要負責把它設計成一個 比較好的那個什麼 可以吸取經驗值跟物品的空間 這樣就沒問題了 就還蠻 輕鬆簡單的 不過 這個刷怪場 目前是我用過以來 我感覺生怪效率很高 且很快 然後不建議做在伺服器裡面的 一種 呃 方式 對 因為它的生怪率 我覺得啦 算是還蠻誇張的 如果說你的地路再大一點的話 那個生怪率簡直是很離譜到一個不行 那 它會生出什麼樣的怪物呢 基本上 只要是 我們在這個模組裡面 會生的怪物 那種地全部都會生 那個就是 我們的 詛咒之地 我可以把它稱之為 詛咒之地耶 因為它就是用那種詛咒的圖 然後呢 你只要用那個邪惡點滴啊 對著我們的圖 按下右鍵 我們這個整片呢 就會像被侵蝕一樣 整個 啪啪啪啪啪啪啪 整片都黑的 然後那個黑的那個 很可怕的圖呢 就會開始瘋狂的生怪 然後 然後我想要順便來測試一下 因為我們往後呢 有一個道具很重要 我們要加速我們的 魔法進展的話 我們要做到很後面去 我們必須要 大量的魔法 我們這些樹的這個魔法 基本上 沒用了 這個樹的魔法 速度太慢了 我想用經驗值的方式 來加快我的魔法的那個生產效率 當然也有人說 欸小白你可以用 TNT啊 TNT是熱爆花嘛 那 可是 TNT有個問題就是 在這個模組裡面呢 因為我有考慮 要不要再把那個 循環模組裝回來 主要是因為 這個模組的管道 很難用 非常難用 而且重點是 它有自動合成桌 就是我們要做TNT對不對 我們的TNT是需要用到一個 自動合成桌嘛 可是 那個自動合成桌 在這個模組裡面 有是有啦 但是爛的跟狗屎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 蛤 這麼爛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找到更好的 就是全部都在循環模組裡面 可以包含到全部 如果說 做到後面我發現我真的受不了的話呢 我可能會加循環模組進來 協助我們的模組繼續進展 不然的話 簡直是 慢到一個 我都想要 氣笑了 那首先 我們就先來做一些刷怪塔的東西 那 在這個模組裡面呢 有一個 我看一下啊 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一定要介紹給你們認識 它叫做 經椎刺方塊 這個東西呢 很方便 它會讓你的怪物呢 掉下去之後啊 也會掉經驗值 因為 這個東西本身就是會讓怪物進行 就是刺傷 那 我們的那個生怪區 生怪來之後 我們把它 集中到一個地方 然後大量的 讓那些怪物 集中到中間 那就等於說 我們可以 做很多這個經椎刺方塊 讓它在裡面不斷的被攻擊 然後 而且還會掉金焰球 主要是 它會掉物品 跟金焰球 那這個鑽石的話 是生物會掉落 只有玩家擊殺後 才會掉落的物品 那我在想 應該是沒什麼 差啦 應該是沒差 所以說我想用金這個 然後這個鐵的話 好像不會掉 石頭的話也不會掉 然後 木椎的話是不會殺死 只會傷害到怪物 只剩半顆星 剩下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收刀 那這個東西就是 你直接打死它 它會掉怪物本身的東西 像是 將是會掉腐肉 那還會掉經驗值 那這兩個東西 都會一起掉給你 然後我預計大概先做 九個就好 就是很浪費 浪費金錠的事情 可是我們在 之前已經挖很多很多金了 所以 應該我們的金錠是 夠用啦 根本就不用擔心 我們的金不夠的問題 在做這個自動刷怪區之後 我們來研究一下 波泰尼亞嘛 裡面有一朵花 叫做 阿卡納薔薇 這朵花 就是負責吸 經驗球的 那 把經驗球 吸起來 我們就可以轉換魔法 是不是 很棒耶 這簡直就是一個 很棒的循環啊 你不要 欸我發現這個 強化資源 葵 它連那個什麼 它連殭屍也會強化起來 真的是 該死的小孩 你看 這些經驗球把它吸起來 那就等於說 我們就會有很多經驗值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阿卡納薔薇要 怎麼做 經驗的話應該是 不用管它 我們先做經驗好了 經驗比較重要一點點 然後 我把我們的小蟲蟲 放在這邊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它就是 下了那個什麼 那個線 就會自動傳到我們的 箱子裡面去了 這樣的話就 終於不用再看它在那邊 一直 很可憐的 快點 救我 我要生了 我要生小孩了 然後 我生出線 然後 我們還要幫它收拾它的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線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痛苦啊 終於不用了 那我看一下這個經驗一次就要做三把經驗的話 我們就要四個 我們要做三組 應該夠 吧 看能不能多做一點 喔 用按的好了啦 用按 用按的 好 再來一組 好 可以做出十二個 因為我只想考慮 就是做十二支那個尖刺 然後讓那怪物全部集中在裡面 然後被吐死 這樣子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掉下來的經驗值呢 我們來找一下阿卡納薔薇 這朵花是用我們的 魔力符文 再搭配我們的粉色 然後紫色 跟淺綠色 就可以完成了 符文的話 只需要用到魔力 跟我們的珍珠 即可 好 走吧 我們來去做一些魔力符文 然後做大概 一二三 我想做 我想要做 我想一下我要做幾朵 做幾朵 做做做 先做個三朵好了 算三朵來吸經驗值 會不會不夠啊 不曉得 管它的 先做再說 OK好 魔力符文 再多做幾個好了 一二三 然後 OK 一朵阿卡納薔薇 然後 薔薇可以再多 多弄一點沒關係 我想做三朵 看能不能 最大就是吸收經驗值 然後再把它做成浮空版 這樣的話就 可以讓它稍微有位置可以放 就不用管它有沒有圖啦 OK 三朵 有了 阿卡納薔薇 這朵花就是會 吸收經驗球 然後把它轉換成能量的魔法花 效率不高 但至少如果說我們的怪物量很多的話 其實做起來應該也是還蠻扯的 所以 我們就有了花 然後有了我們的金錐 那再來呢 我們要做推怪的東西吧 那推怪的東西 我的意義就是 我們用open block開放式方塊的電風扇 我們有電風扇 鐵平滑石頭磚 跟我們的鐵柵欄 然後再做大量的紅石磚就 就可以了 越多越好 OK 這樣20幾個 我覺得不夠 再來 有一個東西叫做小白覺得不夠 OK 來 28個 然後再加上魔法 OK 28個 然後電風扇嘛 電風扇是需要用到鐵 可是我覺得那個還好 我們先去收集一下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邪惡 邪惡之滴 不 邪惡點滴 我覺得大概先拿個 兩個 還是拿個三個 其實 都還不錯 反正可以拿就好 然後我的鍵盤又壞掉了啦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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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嗨 我如果高一點的話 他們砍不到對不對 那我砍得到他 不錯 你看這麼高 快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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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惡之滴 快掉 這樣掉了嗎 有啦一個 邪惡點滴啦 叫邪惡點滴 好 然後 再多收集一個 因為一個邪惡點滴 雖然擴張的範圍也算是還蠻廣的 可是我想要再更 更大一點 對我想要更大一點 至少收集個六個吧 把這個 走 可以的 其他的我啥也不要 我只要那個黑黑的東西就好了 喔找到了 又出現了 我現在在這裡慢慢收集 先收集個六個 這東西還蠻重要的 而且這東西沒辦法合撐 在 我在箱子裡面找到一個好奇怪的樹 它叫做 鐵 然後 杜松樹苗 一顆又怪又弱的樹苗 我怎麼會這樣子稱它 它說鐵 它上面標記了一個鐵 什麼意思 是 你看又有一個 它是一個會殘鐵的樹的意思嗎 我們要不要去種種看 我覺得可以喔 我找我們回去種種看 我除了我要的東西以外 我其他的我都不要了 然後 這棵樹的話 我想要先種種看 因為我不曉得它到底是什麼樹 呃 有箱子 我記得有骨頭 骨頭 骨粉一大堆 我想要種種看這棵樹是什麼 它說又怪又弱的一棵樹 也許它會長出鐵來啊 對不對 試試看 喔 哼 它是透明的耶 它有什麼作用 為什麼會叫鐵啊 等一下 到底有什麼 它可以 生物群記標記 這個鐵樹苗 什麼意思 這個幹嘛 可是為什麼有一些東西是需要用到這一棵樹啊 嗯 嗯 兩根木棒 就這樣 重新激活德魯伊刷怪箱 黑暗德魯伊 是不是只是支援樹苗的部分而已啊 也許這個根本 這個這個樹苗可能什麼都沒有吧 算了先丟回去 我們先繼續我們的進展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它是洗衣機嗎 它在模擬洗衣機嗎 欸這個轉的方向不是固定的喔 它是左邊轉一下拿著 欸不對 我現在發現它是身體跟頭 往方向轉耶 喔好恐怖喔 我不想看了 這太危險了 這個是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不要理它了 對對對沒有沒有然後我們不要理它 我們去找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來開闢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大型的刷怪區 對 我要再往下挖一點看能不能 其實這邊一直都很難挖 主要是因為這裡都是地底礦坑 然後它都是 它就是都已經弄好了這樣子 我看看有沒有什麼好生怪的環境 欸這裡居然有生 欸 苦力怕磚欸 這裡居然有苦力怕磚 哇塞 哇塞 哇塞這裡居然有苦力怕磚 欸 喔忘記這有天梯 喔 所以在我家下面就有苦力怕磚喔 阿賀阿 這這這算 我都我都忘了 我我我沒有記起教訓 我都我都忘了這裡 這裡其實 原來苦力怕磚就在我們正下方 我上次找了要死要活的東西 居然就在正下方 好啊 太棒了 只要有一塊地 就是有一塊環境就好了 不要岩漿 什麼都不要 只要它很黑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不然就 呃 這一邊其實是ok啦 這裡可以 那不然就這邊修整一下好了 對啊這邊修一下 好等我一下啊 我現在把這裡蓋完 我把這裡蓋一蓋 我們就可以來 開始放置我們的怪物了 從這裡過去 嗯 還還行 好我想要蓋長條的那一種 然後把怪物全部累積到中間去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大量的生怪啊 大量的集中起來 怪物的話雖然也會很多 好等我一下啊 ok 我的地下刷怪區完成了 雖然好像沒有很大 但這兩邊應該足夠讓我們產怪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 風扇也轉了 我們就用我們的邪惡點滴來示範一下 究竟什麼是邪惡點滴吧 來看一下喔 一 二 三 像這樣 不要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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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有沒有 欸它一塊就可以 就可以整個 整個刺激全部了欸 然後怪物就會 掉到下面去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就全部一起受傷 全部一起受傷 有沒有 然後下面呢已經有摸 欸好燙喔 被射到 所以只要一個點滴就好 那我們趕快點 然後趕快下去 我點快跑 小心小心不要被 你看這一片喔 一片都會被 就是它只要是泥土它就會侵蝕 然後這裡是我做的一個一個一個 緊急的 呃類似進去的地方 可是要對準一下啊 呃 有點難 喔進來了進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下面下來啊 就是我們的刷怪區 然後 呃 蟲蟲很意外的會 爬過來 捏 好啦因為可能太小 你們看 這邊 就會死掉 然後經驗值魔法呢 就會帶我們的魔力發射器 並且輸出過來 有沒有 這就是魔法 然後這邊的怪物就一直不斷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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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 然後我們的花就會開始吸收經驗值 有沒有大量的經驗值 然後從這個魔法器這樣射過來 那這個魔法發射器呢 是蓋牙的版本 能力是更好 發射率更快 那死掉的東西呢 我們旁邊也有放一個漏斗花 那漏斗花本身不需要電力 它只需要 呃 放在旁邊 它就會把我們把裡面的東西 全部給帶出來 有沒有 全部帶出來 很方便 然後就是蟲蟲會 蟲蟲會飛出來喔 Oh No 蟲蟲走開 呃 呃我忘記考慮到蟲蟲會出來這件事情喔 哎呀走開啦 這是靈魂 帶靈魂 OK 很方便耶 我覺得這邊可能還是要放一塊方塊把它堵起來 這就是底下這一片 這一片的話可能比較 呃 會擋路一點喔 我我我我電個方塊好了 有點危險 好 我用了石頭階梯來電著 應該是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蟲蟲就不會跑出來 然後經驗值一樣就是可以繼續傳送 所以 應該是沒什麼狀況 你看 模擬池其實累積速度算 算快吧 而且你看怪物的數量 超多 超多 我覺得跟你講那塊地生塊的效率 比我們那個什麼爛生怪塔還要好太多了喔 掉一大堆的掉落物 我覺得這個箱子應該很快就滿了捏 哇 哇你看好豐盛喔 超豐盛的啦 然後 魔力發射是依舊在繼續傳送魔法 這很快就滿了啊 這牢很快就滿了捏 哇可能一朵花不夠了 欸這效率超好的欸 好扯喔 這就嚇了這就嚇了這就嚇了 這就嚇了這就嚇了 這就嚇了這就嚇了 然後死掉了 啊你怎麼會在這邊啊 走開 欸為什麼蟲蟲還會飛出來 我已經 蓋半磚了呢 蛤啊 我已經蓋這樣的半磚啊 還是擋不住喔 還是是從某個地方鑽出來的啊 欸 奇怪 我不曉得欸 我不曉得是不是噴出來 然後 呃 反正其實我們也不用太靠近的話 就算蟲蟲在這個地方 他們也會自己死掉啦 有沒有 那塊黑暗的土 生怪率就是這麼扯 然後所有的怪物全部都被推下來 然後擠下來 然後魔力發射器不斷的這樣 釋放魔力到這裡來 我們偷瞄一下我們的那個 刷怪 生怪率好了 我們看一下 像這樣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 我們只要小心不要被弓箭手射到應該都沒事 你看 狂生怪 有沒有 狂生怪 然後 瘋狂的往中間推 這個黑暗的土就是這麼可怕 然後 一直推 一直射 一直生 喔 舒服 然後你就這樣 你只要稍微就是掛在這邊 然後你也不用太下去了 我就稍微站在 站在這裡就好了 我只要站在這裡就好了 這裡我只要站這裡 站這裡 基本上我就可以一直掛著 然後 一大堆的經驗值 一大堆的魔法 馬上就滿了欸 欸很誇張欸 這個是很厲害的東西欸 只不過 這麼多經驗球 我不知道這幾朵花到底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啦 因為花朵的數量 這裡怎麼會 隔壁棚是不是 嗨 那你怎麼會在裡面 這裡有 欸這裡什麼都沒有啊 為什麼會有隔壁棚的妖怪 恩 不管它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地啊 其實我現在只用掉兩個而已 因為我不曉得 十七二點滴它的棒 所以 呃 弄到兩塊地的話 喔 是召喚出來的啦 你這個活吃是 因為看到我的關係 因為我人在這裡 所以被召喚出來的 所以難怪會 難怪會有在牆壁的問題 那魔力 蓋亞魔力發射器 傳遞魔力的速度 很很有效率 所以基本上應該 也不用太擔心 魔法會 不夠傳輸的問題 讚啦 讚啦 欸欸欸欸 我剛剛又去做了一個 一點點的強化版 你們看 我把 我把這個上面呢 也蓋滿了 因為我想說 我們的鞋二點滴還夠 我們就 兩邊也一起來 生怪吧 生怪吧 這樣的話就有兩層樓 然後 一樣會大量生怪 然後一樣被推下去 然後一樣呢 就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先離開這裡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的話兩邊都會一起生怪了 等一下好痛好痛好痛 我最好還是不要站在這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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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兩層樓高的怪物欸 這樣子好舒服喔 看一下 下面是不是 唉唷 啊 喔喔 為什麼會爆炸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是有什麼怪物會爆炸嗎 完蛋了 我的計畫破了 我哪個 喔 再稍微給他掛一下下 因為我不曉得他 我不曉得他 走開啦 我不曉得他是在那個 吸收魔力的樣子跟 欸唷 鑽出來了 好噁心喔 就是吸收魔力的樣子 和那個穩定性 好不好 不太確定 但是效率基本上是 呃 很好的 然後 看一下他的魔力 可是蟲怎麼一大堆啦 這個蟲真的好討厭喔 而且重重重重重重他出現在這裡 所以 也很難 也就是他是擠出來了 所以也很難去把他弄掉 幹嘛的 然後魔力的話 應該是蒐集的很快 魔力這樣的話 效率算很快了啦 效率 效率很好 真的是還不錯 走 我要走 一堆蟲 突然惹蟲 喔 好討厭喔 這蟲真的是很噁心欸 好啦 暫時就是這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喔 喔好刺激喔 掰掰 哇黑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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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i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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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